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国确诊然后死亡的罹难者他们的遗体处理方式 有读者特地来问我说会不会有感染的疑虑 当然我们要大家要说的肯定就是土葬的这个方式 因为如果有病毒有感染性病毒的遗体 通常都用火葬的方式 这个是SOP的 不管是国内外中国美国英国哪里都好 他们都会用火葬的方式 因为火是高温嘛 你火葬温度是到一两千度的 才可以把人的骨头烧成灰 一两千度任何的细菌任何的病毒都绝对不能够生存 所以最好的方法当然是火葬 但在马来西亚因为宗教问题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伊斯兰教是不能够火葬 不能够水葬 不能够天葬 只能够土葬的 因为回教的观念 伊斯兰教的观念是 人类会有一个终极大审判 所以你不能肢解身体 你不能烧毁身体 身体必须成归成土归土 埋在土地之下 等待最后的大审判来临 世界末日的时候 真主会有一个大审判 到时所有的尸体都必须起来接受审判 如果审判了 你没有事情 你没有做错事 你就可以上天堂 所以如果你的遗体被烧毁了 你不能接受审判 就表示你不能上天堂 所以对回教徒而言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非常重要的教条 他们必须遵守 因为对于虔诚的宗教信徒而言 上天堂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在马来西亚就出现一个情况 那些穆斯林的罹难者 并武汉肺炎下的罹难者 他们的遗体就不能被烧 只能用土葬的方式 包括第三个死者 后来的死者怎么下葬都没有 因为第三个死者是第一例穆斯林的 所以特别关注 然后他的家属也不能去看 他是用土葬的方式 然后有宗教师帮他用回教的仪式 帮他进了尸体之后就下葬了 但是下葬的情况我们是不清楚的 他有没有包一个防水的果实布 不让他的失业 因为尸体会腐烂 腐烂的他会有失业 就是腐烂的血水 腐烂尸体的水流出来 这个水是很毒的 包括尸体 你这些有病毒的尸体 他在中国也验出了 孕斯带上面会有病毒 所以你死了 孕病毒还是可以存活 当然他存活可能有一个期限 好几天的期限 根据我们现在可能他可以存活 两到四天 在宿主死了 这两到四天理论上而言 他是会传染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不清楚 政府是怎样处理这些尸体 有没有很好的处理 有没有用防水密封的果实袋来做 这些我们是不知道的 我也不猜测 我们希望政府会做得好 避免这个疫情 因为这个水流出来 污染了土地 然后又因为土地 感染了动物 动物又传回给人类 这样子就没完美了 但像我刚才说的 据我们现在所知的资料 病毒离开身体 最多只能存活两到四天 所以当然他流传 从尸体埋在地下流传的 就算你处理不好 他流传的几率也没那么大 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几率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知识 尤其是关于 这个关于伊斯兰教 这个大审判的 因为马来西亚 其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马来人对华人 对印度人的了解不深 而华人印度人 对马来人的了解 同样不深 你不认识一个人 你是不可能会爱上他 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我也呼吁大家 多去了解我们的友族 多去了解我们友族的宗教 多去了解我们友族的生活方式 这个是要让马来西亚更和谐的 唯一方案 好 那我讲完第一个 这个是读者特地叫我分享一下的 我不猜测了 政府做的怎样 我不猜测 我没有第一手资料 政府也没有公布 我去猜测是没有意义的 我把相关的知识说给大家 分享给大家 然后第二个 我喝一口水 第二个也是独有叫我说的 叫我说一下 Jama'a Tablit Jama'a Tablit 翻译成华文就是祈祷团 祈祷团到底是什么 现在搞的全世界新风雪雨 包括在苏拉威西的宗教仪式也是祈祷团 在马来西亚现在搞的大感染的 Slibertalin也是祈祷团 然后在巴格拉迪 那个万人机会也是祈祷团 祈祷团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保守的伊斯兰教组织 影响力非常的大 它最主要的宗教观点就是 我们回教是全面的 方方面面都管辖得到 不管是政治 不管是生活 衣食住行 政经文教 都在全能的伊斯兰教里面包含在内 所以所有都要跟 所以这个Jama'a Tablit 是非常保守的一个组织 它就认为法律也必须用伊斯兰教的 因为包含在里面的 生活方式也必须跟 政治方式 你怎么选你的领袖也必须跟 所以是非常保守 跟我们现代民主社会是非常 非常相辈的 但它有非常多的信徒 因为它主要的责任就是要推广 这一个相对保守的回教理念 所以它会到处去办这些祈祷会 然后会有人来讲 类似布道 然后也会邀请非穆斯林去 那些有心要了解 有心要加入的非穆斯林去 然后在台上就类似见证了 大家都知道基督教有见证 会叫人上台说 他信主了之后 信基督教之后 经历了什么 做出了什么改变 然后主怎样改变 回教也有类似这样子的行动 他就会叫这些人来做见证 所以来吸引更多的人 这个就是 他在马来西亚的影响力非常大 因为我一直有说 马来西亚的保守回教徒 大概有60%到70% 开明的大概就20%到30% 开明就是自由派 认为科学民主自由是高于宗教的 而那些保守的是认为宗教是包含一切的 是高于一切的 不管是科学医学民主 宗教都是更高的 所以我们可以放弃医学 放弃科学 放弃民主 甚至放弃生命 去不怕病毒 最出名的一句话 给人骂大半生一句话 我相比于怕病毒 我更怕真主 给人骂大半生这句话 但是对于保守派回教徒 这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情 所以很多不了解的人会痛骂 但是像我说的 我们华人 甚至基督教徒 东正教徒 天主教徒 佛教徒 都有把宗教放高于一切的人 都有 你可以说他迷信 可以说他虔诚 好听的是虔诚 不好听是迷信 但确实都有这样子的人 当然回教的人数比较多 因为他的宗教相对有相信力 然后他宗教有更多限制 去限制这些人 当你限制越多 他会形成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就会更有相信力 所以这个是循环的 所以马来西亚的保守派回教徒非常多 所以这个 Jamaa的土壤也非常的大 他大概在六七十年代就进入马来西亚了 然后对马来西亚的宗教保守挂 起了非常大的推波助澜运动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祈祷团的背景 他的目的 他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现在特别讲一下 这个也是独有特地叫我说的 第三个 现在我要说 今天如果大家有出去 刚才我出去打包晚餐 打包开戏 因为我家就在海卫旁边 附近 我看到海卫大塞车 非常非常的塞 出斗之前很塞 过了斗反而没有人 其实道理就是很简单 因为警察在堕之前 把堕全部关了 就开一两个收费站 然后把路封了 就剩一两条链 让车子过去 然后他会盘查每一辆车 问你为什么要上高速公路 你要去哪里 你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符合我说的那五个例外 他就给你过 不符合 他就马上叫你邮邓回家 包括宾威大桥也被关了 包括全马各地的高速公路路口 今天都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据我收到的资料 不只是槟城这样 所以就有很多谣言满天飞 说不能出门了 你看要上桥也不可以 要从槟城来北海 要北海去槟城 都不行了 有警察在关 在开路障 然后上高速公路也不行 这是谣言 我一早就说过了 政府现在 他有出台限制行动令 可是限制行动令 有五个例外的 这五个例外我就不说了 这几天我说的非常多 包括我写了一个FAQ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的文章 里面讲解的很详细 这五个例外非常的宽松 所以其实只要你有这个五个例外 你是可以出行的 所以警察他们做的唯一职责 包括帮助警察的军人 军人是不能自己执法 他只能帮助军人 他们做的也是盘查 你到底符不符合这五个例外 如果符合就让你过 不符合请你回家 你违反了限制居留令 其实对我而言 他们应该给出床票 用重刑 执法 才可以让人遵守这个法律 但政府到现在还是劝导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不应该的 因为法律 如果你只是劝导阶段 法律只是一张纸 只是文字 它是没有效用的 如果没有人去执行它 它是没有效用的 所以执行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我们之前的禁烟令 他给了一年的宣导空创期 就是你现在吸烟 我们不会抓你 我们只会给你一个notice 跟你说这样子是错的 结果很多人就不遵守 因为他不怕 没有后果 1月1号一开始 就很多人不敢 因为你做了就会被惩罚 被罚管 所以法律跟惩罚 跟执法是相辅相成的 你没有做到执法 那一段你这个法律就是废的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 就是这一种情况 所以有很多人不遵守 这个限制行动力 这也是很可悲的 也是政府做的不好的地方 所以说什么 封城封路 这些是谣言 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你还是可以自由出行 但请确保 你是在那五个例外之内 记得 这个我说了很多次了 大家不要被谣言 蒙蔽 好 说完第三个 现在说第四个 首相今天 伊点发布的四个经济政策 你怎么看 其实首先 首相的那个发布非常多余 这个不紧急的东西 你没有必要通过全国发布 出一纸公文 出一个公告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我之后再讲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牧尤 他今天出台的政策 其实除了 EPF那部分之外 另外三个部分 跟我们市井小民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他是给州 给医院 然后 PTPD跟延时 跟大多数的市井小民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只有这个EPF 跟大多数的平民 是有关系 你可以拿五百块出来 当然五百块不多 但是大家记得 有非常多的平民 贫困线下的人 是马来西亚 有四十八千的人 收入是在 两千还是三千以下的 家庭收入 这五百块对他们 是非常大的一笔数目 所以这是一个好政策 但是很多人批评 像西蒙也批评 这是政府拿我们的钱 来做政绩 其实我们是拿自己的钱 救我们自己 但是这个钱 其实是不能拿的 如果政府没有出台这个政策 这个钱到五十五岁 我们才能拿 所以现在政府给我们拿 当然是他的政策 但是事实上 我们是拿我们自己的钱 救自己 这点大家必须明确 所以西蒙说 这样子没有用 请你另外给人民钱 当然我们政府 有没有那么多钱 这个是一个疑问 所以他宣布 这个当然有一定的效用 五百块对一个贫穷的家庭 是非常大的功用 可以截然没自己 像我之前说 我在马大读大学的时候 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就是五百块 所以不要看不起这五百块 但是有一层顾虑 就是他怎么执行 现在这个政府 就是他出台 一个政策 他的执行细节 通常是两三天 四五天 甚至一个礼拜 后才会选出来 就变成了 人们很强小 其实你应该讲解 红领之后 当然首相不可能讲这些细节 首相只能讲红领 他讲完之后 马上相关部门 就要出台一个 一个讲解细节的文件 告诉大家 你要怎么去申请这五百块 是不是上网 就可以 因为现在EPF 其实你可以上网 只要你有密码 你可以登录他们的账号 看你的 登录他们的网站 看你的账户有多少钱 这些网上都可以做到 当然前提是你必须去拿一个PIN 所以 可以预见的 政府这个政策 会让许多人 涌向KWSP的柜台 也会让柜台出现几题的情况 很多人去申请文件的情况 所以在现在这个阶段 很可能会造成另一轮的感染性爆发 这点 我不知道政府有没有出台应对政策 但现在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顾虑提出来 让政府知道 好让他在细节的时候 可以避免这个情况的出现 网上申请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像我说的 你要看自己的account 你都必须去ATM 去KWSP的机 类似一个ATM的机 放你的IC去拿一个PIN 你才能回来设你这个online的账户 你有了online账户 当然你要说网上申请就没问题 但前提是你要先有这个PIN 现在我敢说99%的马来西亚 EPFholder都是没有这个PIN 他们还是要出去拿 所以又造成了第二轮外出的行动 甚至去KWSP 有些银行会有这个KWSP的机 给你拿这个PIN 但大多数是没有的 没有的话你就只能去到KWSP的柜台里去做 所以这是一个风险 希望政府想象得到 然后第五点 是说简易的状况 之前我有说过 为什么马来西亚每天都百多人百多人 大家不要觉得开心 因为老实说 这是我们马来西亚的 maximum可以检测的人数 所以一天都是百来人 当然今天两百多人了 我之前也说过 这不是打连我啊 我之前有说过的 大家可以作证 我说未来我们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KID 越来越多的测试盒进来 所以人数会慢慢增加 我这个说法 我那天说了之后 就有朋友发给我 说你讲得很对 他们是医生朋友 他跟我讲的 他说马来西亚 大概两三天前了 因为我讲的时候 大概是三天前了 第二天他就来跟我说了 他说马来西亚其实现在一天只能检测3500人 一天只可以检测3500人 所以如果我们以一天大概120人的确诊数目来算 大概是3.5%的确诊率啊 就是每100人有3.5%是有重的 当然这100人是疑似病例 就是有伤口感冒咳嗽 会有3.5%的几率是重的 然后我说大概需要两天来检测 他也跟我说是这样的说 他说其实是一天 但是为了确认 如果第一天你是negative 他不会给你过 还要测多第二次 再看你是不是negative 包括你阳性也是会测 所以总共要两天的时间 才会有一个正式的人数出来 所以也证实了我之前说的 当然他说从4月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测试 进来了 那个医生说 他们预测到4月可以到4万人 加提升10倍 不懂是多少万人 他跟我说 我也忘记了 但现在两三天前的数目是一天只能检测3500人 当然这个是我听来的 我们在法律叫hearsay 就是听别人说 听别人说的东西 其实是没有法律效益的 你在法庭上是不能说 我听人家跟我讲这个人头东西 我听我的朋友说 他看到他杀人 这个证词是不能被接受的 他叫hearsay 就是听说 听说的证词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也特地说出来 这个是我听我医生朋友说的 不然我也没有 因为我不是在这行 我也没有这个确确的数目 但是我大概知道要两天 然后我们的东西是不够的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每天都摆来了 认为疫情已经平稳 不要这样子想 如果未来可以到4万5千人 我记得他好像跟我说 在4月开始就可以每天检测4万多人 4万多人 你算3.5%的话就是多少人了 就是非常大的 非常可观的一个数目 所以大家不要太过乐观 当然也不要当作是世界末日 好好过自己的生活 照顾好自己 我们会过这个难关 重要大家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好 ? 视频是用订阅的